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太的Channel 今天第一单消息就要跟大家讲讲 关于这个工党怎样去对付这个非法移民入境的数量持续增加的问题 一直以来工党都是怪责保守党长期以来他们的措施是没用 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都知道我们有一个严重的财政黑洞 接着英国NHS医疗系统又崩溃等等 所以工党一上台就将本来已经过了的勞旺大计划是立刻就废除了 另外第二就是将本来用来house那些难民的BB Stockholm 那只船单 那只长方形那只船都是closed了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你现在勞旺大计划又没了 然后BB Stockholm也都没了 那现在还要去处理那帮的难民又怎样去处理呢 究竟里面有多少是真的合法地可以进入英国成为难民 还是里面有很多是非法我们应该要抵戒出境的呢 那这个问题呢 迟迟一直都没得到解决的 前段时间在苏联的时间有讲过说他们会将一些难民快速去处理 那之后呢就去看谁是可以做这个正式的难民进入英国 另外有哪些呢他们是要西走这样的 那我们当时也评论过呢 会不会他这个政策就是说 喂那现在有很多没处理嘛 那你一路的数字就增加下去了 那个illegal immigrant的数字 那但是当你将他们process了变成难民的时候 那那个illegal immigrant的数字就不存在了 那只是存在一个immigration的数字嘛 那个illegal immigrant嘛 那但是现在问题是英国人不喜欢的不是illegal immigrant 是illegal immigrant嘛 你只要将他的status改变的话 咦 那个问题就好像没有了 但是其实你只不过是将那堆东西 掃了到床下底 然后说看不到 记住了另一个名字 是的 给了另一个名字他那意思 但是现在呢政府呢打算怎样做呢 根据天空新闻今天的报导呢 英国的内政大臣Yvette Cooper 准备呢就会重开上届政府本身是推出了 但是就close了的两个detention center 那这两个detention center呢 一个呢就在19年关闭 另外一个呢就在15年关闭的 那现在呢他打算将两个detention center重开 就将这一班的非法移民呢 就摆进去这两个detention center里面 然后呢再在那里去进行一个筛选和处理 那根据内政大臣所说呢 这两个detention center重开呢 可以增加1000个床位 那就大概每个500啦 首阶段呢就将会有290个床位呢 是率先供应的 那以应付呢 现在一直在进来的一些非法移民 难民就是他们如果是合法留到在英国那些 就会变成难民了嘛 那所以他们一日未去sort out 他们那个status是些什麽的时间呢 那一概他们都还是一个非法移民的身份来的 那但是呢这个这样的detention center 为什麽会关闭呢 才是我调查的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你说工党 现在想到我们开一个detention center 然后就把那些人进去去处理他们 可以加快个流程 那但是当时保守党又没有这样做呢 难道我们故意要搞出一个奴皇达计划 就让我们觉得是迫在未知 才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难道他们执政14年都想不到 好了 那我呢查回究竟这两个detention center 怎麽解会关闭的 那根据报道呢 19年的时间 campusville 那个detention center 就非常之近牛津的 那你知道牛津那边那些居民 就是都是比较有钱一点的 那他们就不是很希望有一个detention center 建在他们的城市的隔离 那所以呢多年来就受到牛津区的市民 强烈的反对 再加上呢有一些人权组织 就调查到这个campusville的 那个detention center里面呢 是有一些不人道的对待和处理 那也都里面呢有经常发生一些 绝食啊 自残啊 这类型这样的抗议活动 那所以呢最后在公众的压力底下呢 就是关闭了 两个site都关闭了 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就没有再重开过 而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是导致到很多application 是process得很慢 因为他们没有了一个集中的地方 没有了一个位置给他们做一样东西 就是你要process他们 我都要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接着都处理了 接着下一批再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再处理 就是没有了这个flow 是啊 那你整个process里面就脱了一段 脱了一段之后 那个火车轨脱了一段轨 那你怎么走下去呢 就因为这个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啦 就导致到application就 迟迟都没办法可以去审批 那但是现在工档呢 就说要重开这两个detention center 那为什么可以呢 是啊 那我最大的问题就是 以保守党做的时间 他们反对 那难道工档上台之后 他们又不反对吗 就是这个是政党 纯粹是因为政党的问题 那就是我是很恨保守党 所以我就反对不准 不准它开detention center 此其一啦 第二就是 那当时有一些人道啊 或者人权的问题 那难道现在你重开 你可以解决到吗 那根据Yvette Cooper说呢 他说是会有一个 就是尊重 和有尊严的方式 去处理那些非法移民的 本来没有的吗 是啊 这个也是很大问题 那本来是没有的吗 难道本来那件事是非常不人道的 是啊 就是你当它像猪蓝那样围起它 因为 那个问题就在于 你说这些说话呢 那些考研零食是很容易的 你说而已嘛 是啊 实际上你做了些什么 是跟19年那时候不同呢 好 暂时不知道的 因为现在他还没开了 那相信呢 如果是真的有问题 有反对那些呢 那我们陆续都会在新闻报导看到的 那么根据报导呢 其实呢 这个detention center 在2023年的时间呢 已经想重新开回它了 不过呢 就被附近的居民投诉得很紧要 那所以最后呢 就是不了了之的 那现在呢 可能就是工党的伺住 刚刚上去啦 那你现在投诉它都没用了 它还有四年多五年做 那所以它就可能是 不管了 照样开了先 是啊 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就说里面呢 内政部呢 就非常着重他们的福利 以及安全的 那 again 怎样注重它的福利和安全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暂时来说 那但是呢 这个这样的detention center 现在开了之后呢 目的就是为了 在未来的六个月里面 实现到 自2018年来 都没有实现过的一个 遣返的速度 因为19年之后关闭了呢 那遣返速度就很慢 因为他们没有批合那样东西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某程度上呢 如果它活动的话 我是支持它开回这些detention center 是啊 也都支持它快速去审批 我最担心的地方就是 你为了去减低自己遣返它的难度 就索性留了它在那儿 这个我最担心的 是啊 对啊 写难取义 那个难点我不做 那我变成了合法的 你就没东西说啊 是啊 如果它是合法留在那儿的 至于它怎么批 我怎么知道啊 是不是 我作为市民 我逐个case 你可以给到我看吗 我都不会有时间看 就是你不会知道 它怎样去审批 它究竟可以进入 还是不能进入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最担心的地方 第二就是 如果你真的可以快速地 将那一帮非法移民 他们是不应该留在英国的 他们是从非法途径进来英国之后 你用一个这样的渠道 去将它显返倒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 某程度上是解决我们现在 那个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因为你现在会见到 有很多的一些公司 就尝试去请一些非法的劳工 那那些的圈子呢 我们香港人是基本上不会接触到的 那譬如 也有的 譬如你说一些亚洲来的非法移民 譬如去越南那些 那你会有一些中餐馆 唐餐馆去请 最近也有报道 在伦敦唐人街附近 有一家很出名的唐餐馆 就请了一堆这样的非法移民 那就被政府罚了很多钱 无上限的 是 它有说好像罚了 不知道几十万还是几百万 我不太肯定那个数字 但是它已经不是初犯 就是重犯了几次 所以有一些这样的餐馆会请他们 另外就是如果他们是来自于中东的地区 那其实他们有一个圈子 他自己一个圈子会去接待那帮人 然后会分派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做事 大部分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们的治安问题的根源 很多时候就在这些地方出现 因为你譬如在街上抢你的电话 抢你的标 又或者是偷你的车的cat 又或者是进屋打劫 那很多时候其实他都是完全不懂英文的 为什么会完全不懂英文的 因为根本他就不是这里的人 是 正如上一次打劫我们家的那个 虽然我是根本完全看不到 他眼耳口鼻各样东西 但是 凭我和他的短暂对话交流呢 我是感觉到他是连我说的什么 他都是不明白的 因为我问他他想要些什么 是啊 他都表达不了他就这样 就是还要继续指我进去客厅那里 是啊 就是他就 就是你感觉到他根本连我问他 他很简单 你到底想要什么 是啊 他都答不了你 是啊 所以 我都很肯定他不是英国本地的人 英文不是他 英文一定是 就是很差的程度 是 他只是 重复之后重复说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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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唯一式的字那样 哦 你后来知道的了 他们不是这里的人来的 他们的姓是 不知道什么姓来的 后来我们是知道的 他们的而且确呢 就是那些 我们现在看到的非法移民 那有些就捉到了 有些就判了 有些就出回来 诸如此类 那这些 去后面后续呢 我就不太肯定了 但是我们就看到了样子啊 名字啊 只给了 有封信告诉我 两年半之后 在四个人里面 拉了两个 那如果你真的可以快速地 去process到这帮人的话 那他留在这里的时间短嘛 他就做不到这些事情 那些犯罪集团就利用 是的 利用不到这些人 去做这些事 你想一下 如果你本身在这里有身份的 有居留的 也可能本地人什么都好 他做这些事有后果的嘛 正如好像你现在出来骚乱的人 你工档捉得这么快 那他当然某程度上 是掌握了他的个人身份的讯息 是的 但问题是那些非法移民 他来了 你没有process他 他中间不知道走了去哪里 躲起了 进入了underground的时间 你连他是姓什么名什么 男定女多少岁 你完全一概不知道的时间 那那些犯罪分子 就很容易可以利用他们 去进行这些偷骗拐骗抢的一些非法事情 所以如果真是可以这样 而快速处理到这些案子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 也都有机会是可以减低我们那个 日益严重的治安问题 但是其实英国总共是有10个 Detention Center 所以如果你就算开 - 现在有的 是的 就算开两个都好 你都是多了20% 30%的capacity 这个不代表说开了就会代表 所有东西都搞定了 - 很快一点点 不是的 那个问题在于他的处理的速度 究竟有多快 就是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那现在根据天空新闻的报道 他们现在去处理这些难民的 就是非法移民那个status的员工 会重新被部署 那就去帮助推高那个遣返律 那根据政府所提供的一些figure显示 自2010年以来到现在 其实那个遣返速度是下降了40% 那所以现在工党呢 他说有意是追回那40%回来 不过最讽刺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工党在去竞选的时间 不断攻击保守党的这个盧黄达计划 将会是花费7亿英镑 现在已经实数出来 已经花了7亿了 是啊 就说这个是天文数字 上届的政府就乱的花钱了 spending like that is no tomorrow 就说他们现在废除了盧黄达计划 就可以帮我们省很多钱 再将那些钱就调去其他地方使用 但是根据天空新闻的报导 2022年当这个detention center 是打算重开的时间 这两个detention center 需要花费是要3.39亿英镑的 换言之就是说 在这个盧黄达计划 目前花了7亿 那你就算没有盧黄达计划 省回来这7亿 都要有一半 是落了去这个detention center 就是如果你是用这个detention center 开开它再增加的速度 你里面所花的钱 已经等于盧黄达计划 花了钱的一半 嗯 那所以究竟盧黄达计划 是不是真的想象中 给你工党说到 是花得这么多钱 还是你工党拿了那块钱 再去做相同的事情的时间 会不会花得更加多呢 现在言之上早 可能过多一年半再会有答案 好了 那究竟它这个计划 行不行呢 我们实际就没有一个资料可以显示 但是我背后也有一些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去估计一下究竟它要怎么样 才能够用到这些数字 根据内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星期一 单单星期一 就有206个非法移民 是坐了三个大飞 穿越了这个英格利海峡里面 是过到英国这一边的 那是令到2024年最新 这个经大飞而入来英国 进入的非法移民数字 是达到19,294人的 这个是比去年同期的17,620人 是增加了10% 但是根据Yvette Cooper 所说的最新的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打算在今年年尾 end of this year 就要避返到14,000个非法移民 加一些可能是外国来的犯罪分子 14,000人 但是你想想那两个detention center 只是增加到1000个床位 那它究竟怎样有那个能力 那数字是哪里来的呢 是啊 现在今年end of the year 没有半年时间 现在是八月中的了 说到三个半月里面 陷害14,000人 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是没有可能去到现在这个状态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你的detention center 你已经是删了有五六年的时间 有一个甚至乎删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喂 现在你今天说重开 你今天就可以重开到的了吗 就算我当你有所有的facility在那里 有maintenance也好 你都要部署吧 就是等于NHS的Nightninger 那你都是找一个展览会 然后放了床进去 然后就很多医护啊 医疗物资啊 这样放进去 出之就没用过了 但是搞那个东西都搞了半年的哦 由说搞到真的搞到 是半年的时间 是的 一个这么危急的情况下 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的情况下 都要半年 都要半年 你告诉我听你 今年年尾你可以遣返14,000人 这个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 就是平均每个月呢 它要遣返大概五千人左右 四千五百人 一个月遣返四千五百人 原来有这么多人可以遣返到的 你想想你一个星期 他坐大飞来呢 才几百人 但是如果你这个速度呢 就一个星期你遣返一千多人走 是比他来的速度还要快 如果你可以持续这样做一年的话 我相信 整个backlog可以清掉 根据GB News的评论员呢 看完他这些数字之后呢 他都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觉得是非常之匪夷所思的 首先你作为一个内政部部长呢 竟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是得出一个结论 是要在年底之前 扔走一万四千人 就是这么specific 一万四千 为什么不是一万三千 不是一万五千 是一万四千这么宁丁呢 就是这个数字是从何得知的呢 其实是很困难的 因为 现在就算我当你那个 facility 可以好像方仓医院那样 起得很快 起得比方仓医院快也好 然后你再放很多人力物力 security 警察 全面去做实行这件事 问题就在于 你怎样找那帮人回来 是不是 大部分的人 已经是 流失了进去这个black economy里面 不是我讲的 是新闻讲的 那那帮人 他们已经是 轮轮了进去一些社区里面 躲起了 你动用一个什么的能力 可以将这帮人快速地找出来 然后再在年底之前 将他们遣返 还有还有一个问题 你遣返它去哪里才行 就好像之前呢 在保守当执政的期间 就有很多阿尔巴尼亚人 进来英国 阿尔巴尼亚人 跟着呢 他们就跟阿尔巴尼亚 就签了一个deal 就是说我们可以合法地 将那些阿尔巴尼亚人 我们公布的同时 应该是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呢 就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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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和这个国家 已经签了这些这样的协议的了 所以一旦捉到 即刻帝界出境遣返 譬如好像 之前有讲过 比如越南有很多人 偷渡过来 跟着有很多其他的 那些中东国家 也有一些偷渡过来 那他们不是在战乱的国家 而且有很多是成年的男性 那这些成年的男性 他们偷渡了过来 喂 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些国家 那什么符合什么条件 你就可以丢回他们自己的地方呢 嗯 这些法律上面的操作 我觉得你要先搞定了 你才可以贸贸然去公布 一个这样的 plan 是啊 如果不是 就是这么容易做到啊 那为什么保守党不做呢 哈哈 我就想不明白这个位置啊 那为什么一定要有牢旺达计划 才可以呢 要退出欧洲人权公約 才解决到呢 那会不会是因为 里面有一些法律上面的基础 你是没办法 很简单的 是没那么简单的 就这样解决 要是呢 你就索性告诉他们 是 根本就是保守党老点我们 保守党是完全用 就是方话蒙蔽所有的市民 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夹水 那除非你可以这么大声 这样讲 因为指出他的罪证的话 那我就相信呢 你是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去处理这件事 否则呢 我暂时来说 不是太过知道 他实际上怎么可以操作 那些人通常都扔掉这些证件 才进来的啦 你怎么知道 就给他去哪个国家 是啊 就是我以前呢 都知道有一些是 就是来自于某些地方 大家知道有些什么地方 那他们进来英国的时间呢 就是以 搭飞机 以商务 旅游 这样的目的 就是这样的 的理由 进来英国啦 那他来到之后呢 就扔掉了所有的证件 那扔掉了之后呢 就claim aside up 那接着呢 就留在这里 所以我以前都拗头 那些 为什么他们可以 就是又没有学力啦 又没有资产啦 又没有技能啦 又不懂英文啦 为什么可以这么大 留在这里 还生而玉女的呢 就是这个 我一直都不明白的情况啦 到最后 就是认识了朋友 告诉我原来是这样的 case的 那现在他扔掉了那些证件的话 你遣返他去哪里 对啊 大家去哪里 对啊 他来自于哪里 你都要查一下 我知道啦 扔掉了他们去盧王达 又用回国了 对啊 都建好那些东西在那里了 对啊 过了两年 我们重开盧王达的计划 这样而已 他喜欢开就开啊 反正pass了啊 现在 没有法律的障碍 pass了 那就再扔吧 还有他用了三百多个 不是 三点几个billion 他开那两个 置餐厅 他还有钱剩的嘛 是啊 剩下那些钱 就将他们运到王达 当然我不知道他怎样操作啦 这个都要看年底的时候 就是看他表演啊 这件事是 他还有什么表演啊 当然 当然呢 我是希望他是成功的 就是如果你成功的话呢 你其实一次过是解决了多方面的问题 例如是他们进来抢夺了这个资源啊 罪案治安的问题啊 又或者是这个人口的问题啊 你那些房屋供应问题 一次过解决几样东西 哇 你如果可以的话 我下届投票给你选多了 我怎么说啊 那当然啦 现在住了二十几年呢 都心知道有一个定律就是 没那么容易的 哈哈哈哈 Anyway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 欢迎大家在留言 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那讲起这个治安的问题 就是其实我觉得 现在目前来讲呢 在我住在英国 就是二十几年里面 就是这几年 我最令我恐惧 最担心的地方 就是那些刀仔案啊 或者是抢劫啊 这类型的事情呢 是一定要搞定它 你搞不定这一堆东西呢 你是没办法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面 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的 因为如果是越来越坏的情况 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 什么情况会被人打劫 什么情况下 会遇到这些暴力事件 又或者带个小朋友出街 会有机会遇到这些刀仔杂击案 这个是 的而且确是在这个社区里面 一个最令我们香港人关心的问题 可能英国人 未必有我们这么关注 但是 你都要明白 在亚洲地区 我们一些大城市来 我们是遇到这类型的罪案 那个频密度呢 是较低的 而且英国一直以来 那十几十年 我在这里住呢 其实都不是说特别高的 尤其是我以前住在Bristol的时间呢 我基本上没有一个治安的担心在这里 譬如我以前家里 是完全没有安装镜子 没有任何的保障 在家里的大门口 是一脚踢下去就可以开到那只 没有啊 是啊 是他啊 那你想而知 我们对于这方面的意识和防范呢 其实本身都是较低的 我不是说以前没有这些罪案 但是 我们以前的经验就不是说 周围都有人遇过啊 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有这些事情出现 那些是Hotspot 你不去那里就不会有 是啊 你避免到的 你可以不去触碰到那些地方 或者去避免和那些人有任何的争执 你可以安全地生活 没问题 但是现在越来越过的情况就是 这方面好像有些失控了 是吧 我们之前在骚乱的时间 也都说了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那些这样的僵尸刀 Songbe knife 那么容易在上网买到 Songbe knife 是 僵尸丧尸 是 为什么这些刀那么容易买到呢 为什么不立法禁了它呢 那么今天BBC就出了一宗新闻 原来保守党在离开这个国会之前 那就是通过了一条法案 就是正式禁止这些武器的售卖和使用的 而这个禁令原来在9月24号就将会生效了 哦 这么久啊 是的 你都要时间去给那条法例去生效 Anyway 那现在呢在英格兰和威尔斯呢 9月24号之后呢就不再可以使用那些刀了 也都不可以是上网购买的 那所以呢警察部呢就是现在出了个通告 就叫所有在8月26号至9月23号期间 如果你是拥有这些这样的刀 这些什么物品的人呢 你可以将这些物品交给警方 而警方是不作追究 其实一直在英国都有这类型的政策 9月24号 那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来的 譬如可能你自己都觉得那样东西是不对的了 但是我又没有一个合法的途径去处理那件事 是啊 你给个机会我去处理 那其实他自愿交得那样东西来啊 他自己都知道他是不想再去用那样东西再做 你有什么的力量是大得过去自愿呢 所以我觉得我绝对认同这个这样的procedure 这个这样的出发点是非常之人性化啦 也都是有顾及到社会上的感受 那么每一年呢英国其实都有这些amnesty day 是啊 就是你拥有些什么犯罪的东西 什么枪啊刀啊斧头啊什么都好 就是拿什么进来都好 是啊 那一天呢你交上去警局呢 他不会对你作任何的审查或者筛选 这些完全不会做调查的都不会的 当然啦你不可以排除一些不法分子 喂 那我不是那天来消责啊 就是我那天 我之前杀过人啊 砍过油啊 那些武器 是啊 就那天 那天他和你消毁了他 就是靠那天有这个可能性的 那这个当然啦 一定有一些不法分子是滥用这些这样的 就是原意是好的一些事情 那警察部部长呢就对BBC讲话 这个禁令呢在政府实施了之后呢 希望啊就可以在十年里面 是减少这个持刀案的一半数量 就是十年里面减少50% 是那我之前在工党那个政缸里面都有见到过啦 那相信这个是aligned with工党的政缸 就是其中一样东西 是的 那但是呢工党没有说过呢 就是原来这条法呢 就是由保守党pass的 那他们也都没有提出过 没有拿出来炫耀过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问 为什么不那么高党都不出声呢 原因就是因为 不是他做的 是 这件事是不关我事 不是我负责的 所以他们就不出声 那看回BBC的报道呢 原来呢英国以前呢 关于这个攻击性武器的法例呢 是都几白痴下的 原来呢有个漏洞在那儿 就是说呢 譬如这些双鞋呢 那如果你又印到一些暴力的公仔 譬如有个人在那儿斩人啊 或者有一些 就是比较凶残的一些图像 在那把刀上 或者是那个包装盒里有描述 这把就是zombie knife 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不可以卖的 但是如果那把东西呢 什么字都没有刻上去 什么公仔都没有的 那纯粹是形状是这把刀 那就可以卖的了 就是原来以前是有 那个法例是这样的 所以才要立一条新的武器法 去堵塞这个漏洞 那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漏洞会堵塞的太迟了 就是我感受它有堵塞到 但问题是 你应该立法的时候 你应该想到 是咯 就是我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时间 才可以立到 就是更改了这条的法例 Anyway 就是这个是第一步 first step 那如果你说工党 其实我们现在见识过 它在骚乱的时间 那它拉人的速度的 而且确是很快的 是啊 我也讲过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行动力 摆下去控制社区里面的治安 去减少罪案的发生 譬如是你任何抢劫啊 刀仔案啊 进屋偷东西啊 那你这些一概都用这种行动力 去拘捕这些涉案人的话 那对于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 是会有大大的提高 其实它说减少一半的刀仔案呢 是由现在开始的一半 还是十年后的一半 你这个问题是突破盲腸啊 那你不知道十年里面会增加多少的嘛 你现在减现在的一半 那如果到那时候又成一百倍 那怎么办呢 加了一倍 接着减一半就是回到现在这个状态 对啊 这个很分别角 这个是好问题 那看看它到时候怎样讲啦 就是有个漏洞啊 是可以被它兜倒的 你明白吗 你没有增加 就是减少了 是吧 不过最后呢 我都想讲一讲 其实我有一个位置 我appreciate工党政府现在的行动力 就是它不断有新的plan出来 你不要理你觉得它是白痴也好 不work也好 什么都好 问题就在于它有个plan出来 有个行动力 你每日新鲜 每日敢 但是呢 就之前我们讲骚乱的情况的时间 我们就说 喂 你现在不断把那个反移民的人士 就当是这个极端分子 然后一拼就说他们全部都是极端人士了 他们的言论就是不真实的miss information等等 你不触碰到人民的情绪的各样东西 但是呢 根据这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 你看到它一些policy出来 其实它是在target着那个问题 它不出来公开跟你去讨论 或者是去承认任何的责任啊 或者是去任何辩论 它有一些行动 是去针对这两个问题 比如是刀仔案的罪案 又或者是这个非法移民进入英国 那个数字的巨大增加 那它都有一些plan 是打算去阻止这些数字的持续增长的 那当然啦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它work不work 还有有点觉得它好像讲大了那样 但问题就在于它有去部署 它也都我觉得啊 它目前为止是有心想去用行动去解决这些问题 instead of 将它放上桌 大家再继续讨论 因为你再继续讨论的话 其实是得不到任何结果嘛 你只会令到两边的人 继续是争对方 然后极端化 就是社会的撕裂会越来越大 但是无助于你去解决当今现在面对的问题 但如果你真的有去plan去做 那你做了先啦 你做了不work的 我们再讲咯 那你如果做了work的 那我ok的 那就搞定了 所以就算现在有这么多问题 我们都要保持一个乐观的生活 没错啦 这个我从松太的身上学到 就是做人不能够太悲观 你可以很现实很理性 但是现实和理性的情况下 你都要hope for the best 当然prepare for the worst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hope for the best 就是你不要一面倒的 哎呀不work的了 搞不定的了 哎呀玩完了 那当然就这个世界会特别灰暗 但我都看松太身上 是要吸收那些乐观的能量 虽然你会觉得是一工党 就是你讲的而已 真的做到的 真的很怀疑 那你难保万一真的做到呢 那你又催不上的 是的 反正他现在都上去了 你现在短期下去都不会下来的 是吧 那你就希望他做到 只要他做的行动 是跟你想他做的一样东西 是一致的 那就给他一个机会试一下 好了anyway 那么这些节目到这里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都在comment section 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小铃铛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出片了 未订阅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今集到这里差不多了 下集再和大家见 拜拜